早晨,星期三是早上,昨天佛誕假期 大家只顧著飄飾,但今天沒有飄飾做頭版 但為何我們今天繼續來立法會呢? 今天有兩條報,第一條報可能是短一點的報 因為今天公務小組八點半已經在開會 剛才很多人在立法會門前示威 就是究竟堆填區今天公務小組撥款能否成功 上一次開會已經是幾個星期前 當時有很多問題,直到今天5月7日才繼續談 第二條報就是大會那條報 就是財政預算案,所謂撥款條例草案 今天會再拉,上次開會第一天就留了會 原本就不預留會,或者不預先談那些 就要今天談完 預了上個星期有時間談那些,就立即不用談 這個立法會不知道價什麼貴 預了做的事做不到,就還有很多頭版新聞 今天看到,因為昨天是假期的緣故 免費報章和收費報章,那個做法好不一樣? 我們看到,譬如情報,昨天假期 於是今天繼續叫港鐵行政總裁偉達成下台 但其實收費報章,昨天已經做了 這單,於是就變成,免費報章昨天不出 變成今天才做回 他們打算延續著猛爭 第二,其實星島也是這樣的 誰是連立志呢? 連立志就是西九的頭 西九現在都會因為高鐵受影響 是的 Metro都可以間接說和高鐵有關的 折鐵工,80後 80後折鐵工,如果你現在去折鐵 就找到2500至2600一個月 為什麼我會說和高鐵有關呢? 因為工程嘛,折鐵 不是,因為你趕工 對,都要找些折鐵的人去做 你趕工我覺得很危險 因為他之前因為趕工的緣故 弄傷那塊臉 弄傷那塊臉 千萬不要找工人來交費 港鐵現在要追回進度 對,千萬不要找工人來交費 另外,由於昨天是假期 今天又沒有什麼新聞 於是大家就說明天將會有什麼新聞 明天將會有什麼新聞 就是國事兄弟和許事人士不貪污的案件 審了 就會審了 今天已經先說定了 因為今天要告定 沒辦法,因為昨天就剩,今天就剩 知道明天不剩 但是明天就... 明天的事,我不明白 今天要... 要預先說定 照明天開審是後天的新聞 都是的 是不是 他即時印不到,還未知道 明天的事是後天的新聞 所以他... 他預早一天保 我覺得可想而知 正成怎樣 但其實今天如果你說 多人關心的新聞 是這單話題 是 廣州火車站 見人就斬 有些恐怖襲擊 類似 斬到一頸血 你拿回頭的日報和AM730來比較一下 我覺得今天幾份報章的頭版新聞來說 文匯報是反而寫得最清楚的 廣州站暴孔驚雲 那就是講暴徒 以及恐怖襲擊 白武藍揮刀 綠毛孤披血 警開槍 琴空 這個反而是最容易明白的 因為他的照片也最大 然後你看到 東方也是用類似的方法 將暴徒斬人 六傷血洗廣州站 也是大大張照的 而且你看到他們兩張照 都是拿著那張 應該是同一張 是的 反而我覺得 剛才你讀了剛才的日報 我覺得AM730今天有一點蝕張 什麼叫做斬人斬到到廣州 如果你就這樣看 什麼叫做斬人斬到到廣州 為什麼 由一個地點斬下去 那去誰斬 因為很多斬人的新聞 對嗎 由香港斬下去 因為最麻煩的是 最近有藍田的 拿著街道給警察 激斃了 激斃了 那你說怎樣叫做斬人斬到到廣州 是不是 那他隔壁有四宗 四川全球手中人類感染 H5N6亡 是 那你有時候都說 哇 那些病菌斬人斬到到廣州 會不會是這樣 我當然不會這樣看 這個斬人斬到到廣州 我覺得很不清晰的標題 反而你看到投資日報就是 那用解困新聞學的角度 其實我想要看幾件事 第一件事就是 這宗案件現在似乎是 你看到內地有關僵族 或者維滅族的人的狀態 是很不穩定的 而且他們選擇的地點 都是人多的地點 加上他們很多時候和火車有關 我想最簡單的一件事就是 你看到都會駐重兵 就是說很多防暴警察 或者很多公安會在附近 如果香港人真的需要搭火車的話 譬如廣州火車站 很多人都會搭到 即是會去到 你看到多人的地方 和多警察的地方 是 省定一點 麻煩不要停留那麼久 這個我覺得是最簡單的答案 這些地方就要盡快離開 先不說有爬手 那些罪案率高的地方 反而我在想是不是旅遊警視那件事 外遊警視那件事 暫時來說是沒有的 即是廣州也好 你想想 香港不敢發旅遊警視給內地 對於遊客來說 這個資訊是很重要的 反而我覺得頭條日報 今天有一點點解困的 就是港人不想而提高警覺 這句其實是有一點點解困的味道 但是怎麼提高警覺呢 要留意什麼呢 你沒有理由要留意戴帽的男子 不會的 但是譬如說 是不是要留意多公安駐守的地方 或者多防暴警察駐守的地方 這些就是解困角度 外遊警視也是一個方法來的 但我不認為保安局會做 但我覺得至少要黃色 黃色就是留意局勢 提高警惕債 提高警惕債 其實現在內地 香港人經常上去 尤其是搭火車的話 有些人多擠迫的地方 起碼要讓他們知道 讓他們 我不是叫他們紅色黑色 叫他們避免不要去 但是黃色起碼 有一個提高警覺的在 我覺得應該要起碼有黃色 不過我自己擔心 Paul你作為這個答案 另外有一個危險的地方 就是怕有報復性的行為 即是你一天一打了黃色下去 我就再製造勁點 弄我們變紅色 弄我們變黑色 不不不不 反過來 你如果向內地發 個別城市發外遊警視 內地可能個別的旅遊公 會向你香港發外遊警視 山水口 自由 譬如說 小心香港市民會圍你 即是那類的 但如果這樣 國外遊警視就很沒有credibility 沒有可信性 但的確真的有 京官說我不用發外遊警視 阿棠哥 當時透露過出來 受到不禮貌對待 最後我們看到 真是扔得比較多本 昨天去跟這件事 跟這個真實新聞的 昨天這個佔中商討日 第三天 所謂簡稱D-Day-3 蘋果和明報 一人看一遍 明報、蘋果 各自都有相當大的報道 你看到蘋果和明報 都是向同一個方向走 是 另外那些報章是沒有的 沒有 沒有怎麼看 例如免費報章 拿回一些網上新聞大組 似乎是這樣的情況 昨天佔中商討日第三天 如果大家不熟悉的話 我很快跟大家說一說 第三天真的會有一個 參加過佔中的人會去投票 由15個方案裡面 選擇三個出來 6月22日會在網上 再投票選一個出來 另外 之前第一、第二天 大家都有興趣知道的話 其實簡單來說 第一天就是談一下 框架 要做什麼 第二天就是談怎樣做 第三天現在做 第四天就會投票 選了三個方案出來 這三個方案就是 讀一讀票數給大家聽 好 我讀給大家聽 大家比較多關心 就是這個 學界平等方案 1124票 就是學民思潮 他們說的公民提名 和學聯 另外 人民力量 經過拉票之後 第二名 685票 他們都有一個方案提出來 另外真普聯 三鬼方案 第三名 445票 其餘那些 都很零零碎碎 18學者方案76票 18學者方案 叫做多些可能性 結果是100票都不夠 都不夠 另外 陳太 香港2020方案 排43票 比學 排第六 五強不入 另外一度傳出很有機會過的 湯家驊方案 但已經排第七了 然後在他下面 就是我們 湯台節目主持人 王永平 1123 4 5 6 7 8 平宋排第八 寫文年排第九 13票 但其實都沒有關係 那些不入 13、15、17 其實都是那個情況 偏少 只有十多票 那你說學樂生只有一票 是否他自己投給自己 不知道 幸好沒有零票 零票 有九票棄權 但其實講到尾 你見到 都是二千多人 是的 二千多人 簽了會參加佔中 但是整件事 我自己就這樣看 因為 我將來 那三個方案給我投的話 因為全民投的 就是這三個方案給我們投的話 我就覺得 泛民也有些朋友出來說 有些比較溫和的方案 好像完全被人篩走了 因為人民力量 甚至乎 學界平等方案 就是 學民思潮 他們在那裏拉票 都叫支持者上去 令到一些比較溫和的 接下來的全民投票 就沒有機會給市民投 感覺上好像有點失色 對質疑今次投票的民主性 你這個說法有點接近今天 星島日報的社論 是嗎 星島日報的社論 就說 就算是比較開放式思維的人 都會覺得這次投票的結果 將事情推向極進 更何況 如果你還說要全民投票 那些建制派 本來就不會參加了 現在更加覺得 你的方案 就不知道在代表什麼 或者不能夠代表到一個 比較大的群組 另一方面 明報的社論 亦都因為很關注這件事 他就估計 拉倒的機會率相當高 因為現在這件事 就推向更加激進 那方面的情況 但值得大家去關心這件事的人 可能要留意 就是戴耀廷昨天的講話 戴耀廷昨天說 如果政府 去到最後 是拿了一個 並不是這三個方案 甚至乎並不是6月22日 投票出來的方案 而是選了 他們15個裡面 叫做符合國際標準的方案 其中之一的時候 他說要再投一次票 那有些人就說 有沒有搞錯 為什麼又要再投一次票 現在不是投了一次票 就決定了這三個 然後這三個 六月22日 會不會投票去選一個出來 為什麼你說如果政府 拿另外一個 符合國際標準的 又要重新投票呢 似乎這個 都會是一個導火線 引致這一班 現在 感覺上走在一起的人 有機會分裂 如果問一下大躍庭 真的再重新投票 隨時會抹臉 最空間 和我相信學民思潮 和學妹會抹臉 他們覺得自己大勝 這次這件事裡 無端端又多做一個出來 但是對於香港的人來說 多個選擇 其實是一件好事 因為之前 你規定了我三個 給我去選 可能那三個 我不一定是 那麼熟意的 如果第二輪的話 有一個溫和一點 和一個激進一點 大家擺上來的時候 看看香港人的決定 究竟香港人 想一個激進一點 還是一個 合乎國際標準 就是那15個方案 其中一個方案 那這樣東西 都要給我們選擇 不可能 永遠你 只有三個激進 變成三個 我覺得好像 還有今次 我想最大有機會 被人說的話柄 就是今次是有2500人 就去 由15個方案 選三個出來 這2500人的標準 是否代表 全香港人的標準 6月22日想投票的人的標準 其實這已經是一個話柄 所以 今天 你見到明報 蘋果做的三個方案出來 究竟是 幫助到6月22日 多一些人去參加投票 還是令到他少了 我的評估一定是少了 而由於少了的緣故 而他們又將這個 6月22日的投票結果 成為之後推政改的 是一個重要的決定 在這方面 我其實同意明報的分析 拉倒的機會率 現在又再高了 又再高了 換言之 正如我星期一 在《經濟日報》的文章 其實大家可能都預計到 拉倒的機會率 存在 所以 可能 政黨 起碼會想想 怎樣部署 拉倒的時候 怎樣作最壞打算 再直接說 拉倒的時候 把手指指向哪個地方 都是你們這些人不好 究竟 泛民會不會說 都是你們這些年輕人不好 年輕人會不會說 都是你們中年人不好 還是每個人都會指著戴躍庭 說戴躍庭不好 還是大家又會繼續 調回槍頭指 說建制派不好 還是商界不好 還是政府不好 其實大家正在做的部署 不是想怎樣過這件事 而是做的部署 是件事萬一不過的時候 可以放在哪裏 這個是我們分析的答案 但老實說 對於正確來說 這簡直不是路來的 簡直不是答案 所以前景是很悲觀的 希望可以像我們昨天 這個人民大學中這樣說 看看可不可以 大家想一個辦法 幫助我們找一條生路出去